远处的花生脸上多了一道血痕 这是叶浩轩手中的曲齿留下的 他面部的肌肉有些抽搐 他的拳头紧紧地握着 他身上的杀鸡似锦 让他身边的人不由自主地退开 和他保持距离 上一次受伤是在什么时候 花生已经记不清楚 他只记得是很久很久底前了 自从当年成名之后 花生是纵横天下少逢敌手 后来卷室奔享婚姻 却意外地加入华夏的天宫部 他早就不知道流血是什么感觉了 脸上有些刺疼 虽然彻身即逝 但是叶浩轩内健 却确确实实地斩中他 这种酒杯的感觉让他很不爽 右手在自己的脸上轻轻地一抹 脸上的那个伤口便急消失 只留下一条狠淡的疤痕 过不了多久 这个疤痕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花生的心情很不好 因为他受伤了 他的脸被一个垂死挣扎的人给削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花生说 知道我在用剑刺你 我是医生 要是让人知道 有人站在这里让我消 我却破不了对方的一点皮 我会很没面子的 叶浩轩笑了笑 他笑得很虚弱 他是属于那种不喜欢吃亏的人 只要是有一口气还在 他就绝对不会让对方好过 就算是死 也要扒下对方的一层皮了 可惜叶浩轩没有机会 扒下对方一层皮 因为对方是花生 他感觉自己把他的脸给弄破 已经是意外之喜 他已见成帝 微微笑道 推荐你用我的玉红升级伞吧 很快你的脸就会恢复了 听说花生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风流人物 靠脸吃饭 刮花了就不好了 叶浩轩的这句话 让在场的人 都不由自主的一个机灵 他们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心中同时涌起一个念头 猛啊 这货实在是太猛了 他敢接花生的老点 花生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长戏的 因为他年轻的那个年代 是四处动荡的年代 花生不得不靠着 他那张还算是不错的脸 依附在一些得宠的姨太太身上 说他是靠脸吃饭的 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呀 直到花生遇到了高人 直到他学有所成 这才逐渐地摆脱了 那种靠脸吃饭的生活 但这是他这人生中的一个耻辱 直到他成名以后 还会有人不懈地说 什么花生 不过是一个靠脸吃饭的戏子罢了 花生最忌讳的呀 就是这句话 曾经因为有人当着他的面 骂了他一句 结果那家伙的师门 被花生给挑得干干净净的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说 花生是小白脸 也没有人敢说 他是靠脸吃饭的 叶浩轩 这是在花样作死呀 不过叶浩轩感觉无所谓 因为这货迟早 都要把自己给杀了 跟他打仗不了便宜 那就打打嘴杖 站站嘴上的便宜也是不错的 花生身上的气息是越来越浓 这是杀意呀 前所未有的杀意 他感觉今天自己受到了侮辱 一个垂死挣扎的人 竟然划破了自己的脸部 而且还敢当着自己的面 说自己是吃晚饭的 不能忍啊 他在考虑着从哪个角度 杀死叶浩轩 才能让他更痛苦一点 让他死的时候 更惨不忍睹一点 花生右手缓缓地抬起 他截出了一个剑指 然后轻轻地向叶浩轩一指 这一指风云突变了 前所未有的杀意 从花生的身上奔发出来 他死死地盯着叶浩轩 指向前方的右手指尖处一团 小小的漩涡 不停地在他的指尖处盘绕 地上的冰雪和四面八方的寒气 向他指尖不停地汇聚 片刻之后 一朵小小的冰花遍及形成 这朵花分为欺骗 颜色透明 晶莹剔透的冰花 就好像是被一人雕成的艺术品一样 浑然天成 而棱角分明的冰花上 又散发出了一种 让人心惊胆寒的杀意 花生右手向前微微地一指 只见这朵冰花骤然散开 冰花的花瓣在半空中缓缓地飘起 然后又凝化为数朵冰花 这些冰花在半空中一个急旋 然后羞的一声 向叶浩轩急速地飞来 叶浩轩一手之剑 双眼之势前方 他的双眼之中无悲无喜 双瞳中闪现出那数朵冰花的样子 他清楚这数朵漂亮冰花中的杀意有多大 自己如果是全省时期 或许可以仗着浩然争气拼一拼 但是现在他却没有一拼的机会 因为对方是花生 是华夏内江湖中顶尖的存在 他的存在不允许别人质疑 瞬间便是永恒 冰花的速度很快 但实际看起来又很慢 仿佛是在瞬间 又好像是经历了数个世纪 扑扑 两声轻响伴随着两团雪花的勇气 叶浩轩无悲无喜的表情终于没有变 他的大腿和膝盖上各种了一个冰花 冰花的寒气迅速地融入了他的身体 他的双腿变得僵直无比 他身形异化 就要向地下跪去 但是他踉墙后退了鼠步 死撑着没有跪下 因为他是医生 就算是死 他也要死得比别人有尊严 不然的话那几个女人看了会伤心 在他们眼里 自己一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他一手指剑 双腿上的寒意 已经让他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 他的两条腿上结满了白霜 他的下半身已经被堵了 花生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没想到 已经没有了半条命的叶浩轩 竟然还能给自己带来这种伤害 更关键的是 要这个家伙的嘴巴太毒了 他竟然敢接自己的老底 他竟然敢说自己是靠脸吃饭的 不能忍 绝对的不能忍 本来他是想给叶浩轩一个痛快的 但是叶浩轩的嘴巴太毒了 毒的花生受不了了 所以他决定 要给叶浩轩一点颜色悄悄 他要为自己恶毒的嘴巴 付出应有的代价 很好 能在我的冰花中撑下 而不倒的 你是第一个 花生冷冷地说 我不是第一个 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叶浩轩笑了 他的笑容有些阴森 让现场的那些二流的江湖高手 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你老了 终有一天你会死的 你的境界也只能止步于此 所以你以后不仅 会打不过别人 你还会死在别人的手里 叶浩轩说 花生又是轻轻的一弹 咻的一声轻响 一朵冰花骤然向前 瞬间便飞到了叶浩轩的坑前 扑一声轻响 这朵小小的冰花 化作了一道冰锥 从叶浩轩的左胸处动船而过 雪花死剑 叶浩轩后退了几步 僵硬的双腿让他碰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但是他随即已见之地 挪动着根本没有知觉的双腿 然后再一次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胸口一阵老色的灰白出现 一抹冰冻的色彩顺着他的左胸 向四周蔓延而去 花生的真气是极寒之气 他真气足以能将任何的人 冻成冰棍 叶浩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 他感觉到一阵冰冷的气息 几乎要将自己的血液给冻僵在当场 他仰起头笑道 极寒真气 呵呵呵 不错 花生冷冷说 花生就是花生 连杀人的水平都这么一说 极寒真气 呵呵呵 叶浩轩笑道 他的嘴角溢立于鲜血流出 这是他连番苦战后的伤口 花生的极寒真气 能将人体的血液迅速地冻住 是不可能流血的 叶浩轩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冷 他指着自己的胸口冷笑地盯着花生说 动手啊 你怎么不动手了 对准这里 给我再来一下 然后我就解脱了 你也可以去交差了 哭 又是一朵冰花飞了 正中叶浩轩的左胸 叶浩轩的身形在亮脚 但是这一次他出乎意料地没有倒下 他喘气了一阵 缓缓地回过身来 他神色猙獰地看着花生冷冷地说 来了 继续吗 你这个一无是处 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 花生双美剑的杀鸡陡然而现 他冷冷地盯着叶浩轩道 你真想快点死 不错 我是想快点死 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叶浩轩就会与你不死不休 叶浩轩凝笑道 他的话语中杀一粒然 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心头有一丝寒意 可以 你想死 我现在就成全你 花生冷笑了一声 他右手一伸 一把冰剑在他的手中拧着 他向前微微地一跳 周身的气息陡然而变 下一秒 他出现在叶浩轩的跟前 他右手向前移送 冰剑抵在了叶浩轩的喉咙中 他用剑尖挑着叶浩轩的下巴 冷冷地说 或许 你向我服个软 我能给你一个痛快 想来只有我用这句话逼别人 别人休想用这句话逼我 叶浩轩冷笑 是吗 哼 花生冷笑一声 他右手一划向前一刺 扑一声响 手中的冰剑直接刺入了叶浩轩的胸口处 他这一剑几乎是贴着叶浩轩的肺液给切过去的 叶浩轩一声闷哼 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涌出来 但是他依然不去 他冷冷地盯着花生 他的双眼中有一丝不屈 正是这丝不屈 让剑尖感觉到心惊胆战 你怕了 叶浩轩突然笑了 花生没有说话 他只是冷冷地盯着叶浩轩 说真的 他被叶浩轩的癫狂所触动 他的手里有一丝恐惧 哼哼 原来花生也会怕 哼哼哼哼 哼哼 叶浩轩小了 他笑得有些张广 他突然大吼道 你在怕什么 我不过是一个垂死挣扎的人罢了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怕我突然抱起将你杀了 还是怕我死了 花下的老百姓会用口水把你给淹死 我一生为人 坦坦荡荡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我不屑群毛 我用我的医术为百姓谋福 然而你们这些号称滑下内江湖顶尖的东西 却要做别人的狗 却要把我烧了 你是怕你良心不安 还是怕你以后遗臭万年呢 你真不怕死 花生冷冷地说 我怕什么 我叶浩轩两个肩膀一个脑袋 我行得正坐得直 我胸中有正气 我怕死吗 叶浩轩用一只手 捶着自己的胸膛 砰砰坐下 他嘶吼他 我会怕死吗 怕的应该是你吧 你在心虚 你在怕 明阳天下的花生 不过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你真会侮辱了 花生这个名号 来吧 杀了我吧 一剑刺下去 你就解脱了 来呀 叶浩轩指着自己的胸膜 躺到 你 花生咬紧了牙关 这一剑 却无论如何也刺不下去 不错 他实在怕呀 他竟然会怕眼前这个 根本没有一丝还手之力的 将死之人 他是花生 他是华夏内江湖 顶尖存在的那几位 他不应该怕的 他不应该啊 他是花生 他为自己刚才的恐惧感到耻辱 他一声大喝 右手一手手中的兵剑 骤然向前刺出 这一剑正中叶浩轩的胸膛 叶浩轩的笑声渐渐的止住 他向着东方看了一眼 然后竟然一挺胸膛 手中的曲池之地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花生手中的兵剑缓缓地融化 他心情有些复杂地看着叶浩轩了 他出场的比较晚 所以当他来的时候 叶浩轩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 但是正是这个将死之人 却给他带来了一种惊惧 虽然叶浩轩激怒了他 虽然他觉得把剑刺入叶浩轩的胸膛 感觉到很解气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叶浩轩是个人物 直到死 叶浩轩也站在当场 傲然不倒 这个敌人很可怕 他就是一头狼 他随时可以抱起撕下你一块肉 但是令他庆幸的是 这个敌人已经死了 自己的兵剑刺入了他的胸膛 他绝对活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回去交差了 燕家出动了太上道德令 所以他不得不遵守太上道德令的号令 他转身拨出了一个电话 目标已死 京城某家豪华的会所里 燕十三接到了这个电话 他的神色变得震惊 然后由震惊变得狂喜 他仰天长笑道 叶浩轩死了 叶浩轩死了 他死了 他真的死了 跟他坐在一起的有叶连成和花梁 还有长风这几个人 听到燕十三激进癫狂的笑声 叶连成呆了他呀 然后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狂喜之色 他抓住燕十三的胸膛说 你说什么 他死了 他真的死了吗 嗯 是 他死了 花生刚才打来的电话 他是死了 他确确实实的是死了 哈哈 燕十三兴奋地说 叶连成呆住了 他一向是叶浩轩为生死大帝 现在叶浩轩死了 他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他觉得 这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他跌坐在椅子上 喃喃地说 死了吗 他真的死了吗 他突然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痛啊 痛得眼冒金星的 这种感觉很真实 绝对不是假的 这不是做梦 叶浩轩死了 他真的死了 叶连成笑了呀 他笑得疯狂 他笑得癫狂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他吼道 好铁肉眼啊 十三 去安排一下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呀 走 燕十三 他大笑着和叶连成一起离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一开 花月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到用两条一直走路的花月 两人都是愣了愣 随即叶连成大笑道 花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叶浩轩死了 他真的死了 他死了 我问你报仇了 我杀了他了 是吗 花月面无表情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别人看不懂的笑意 他笑道 那我是不是该恭喜成少了 走 去喝酒 无罪不归 一号轩已死 这京城以后 才真正的是我的天下了 叶连成大笑 他和燕十三一起离开 哥 走 一起去喝几杯 花梁站起来 带着一副讨好的笑意 对花月说 尽管他根本看不起自己这个哥哥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做表面的功夫 他甚至恶毒的在想 当天叶浩轩怎么就没有把他给杀了呢 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恶心自己了 不去了 你们去吧 花月说 那好 你在这里玩 我先去了 花梁笑了笑转身就要离去 对了 小梁 你先留下来 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花月突然叫住了花梁 哥 你有什么事情 说吧 花梁愣了 他回过头来 先坐吧 花月坐到了一直沉默不语的玉与风身边 他是以花梁关上门 班红卦 人 雷 mascot